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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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這段這個料理成功的撇步呢 教各位如何煎肉魚不黏鍋 肉魚就是我們台語講的肉吉拉 因為很多人煎肉吉拉好吃 可是很容易鬆散 我們先看準備什麼 來這次是肉雞 肉吉拉 肉魚肉魚就是這個東西 那麼肉魚呢 撇步怎麼樣讓它比較不容易碎 比較不容易沾鍋 撇步一就是撒鹽脫水 很多人說 魚煎之前不是都要撒鹽嗎 這樣魚比較好吃嗎 不是好吃 不是為了好吃 而是撒了鹽之後 魚的表面因為鹽能夠讓魚的表面蛋白質緊縮 所以呢 這個魚呢 表面的水分就會瞬間就會流失掉 這樣子比較緊實 肉質就比較緊實 它就不容易鬆散 所以這樣煎出來的魚呢 表面就比較不會破裂 這個第一個撇步就是撒鹽 讓它表面脫水 第二個撇步就是熱鍋潤油 鍋子一定要夠熱 把它燒熱之後 一般如果像這種金屬鍋的話 你就一定要把它燒熱之後 再來潤油 冷油熱油無所謂 但是鍋子一定要夠熱 鍋子把它燒熱之後呢 你油再下來的時候 它的油其實是會因為鍋子的高熱 熱空氣往上推 油就會浮在鍋子的表面上面 就會產生一個空隙 比較不容易沾黏 你的肉下去的那一剎那 油先讓它表面的肉熟了之後 它才不會貼到鍋底去沾黏住 如果冷鍋下去的話 它就比較容易沾黏 因為中間那個熱空氣已經沒有形成 它就比較容易 所以人家說要鍋子燒熱 然後弄個冷油下去 未必要冷油 因為你鍋子在怎麼 你的只要鍋子熱的話 油再怎麼熱都不可能熱過鍋子 所以你用冷油熱油無所謂 潤鍋 來 像這樣子鍋子燒熱之後 我們把它潤個鍋 你會發現 油其實是浮在鍋子的表面的 是浮在上面的 感覺油這樣子晃動 很容易晃動的表示 這個油其實是有點浮在上面的感覺 好 潤個鍋之後 來 第三個步驟 微焦在翻面 所以我們要先下鍋 下鍋的時候 你就說 我火要不要關小 火可以關小 不要關掉 不要讓它溫度再下降 來 我們就把魚放下來 好 其實我的鍋子的話 都沒有關小火 我都是溫度還蠻高的 就是 這個瓦斯爐的話 我都是開大火 來 稍微把它煎 但是一定要微焦在翻面 為什麼 你要讓表面的殼形成 你要讓魚的表面的殼形成 所以呢 微焦了之後 它才能夠形成這個殼 它才能夠保護這個魚不至於翻的時候 破裂鬆散 所以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你一定要這樣子讓它 像我這樣子移動的話 是讓油能夠均勻的在表面 魚的表面作用 讓它有一個 焦焦的外殼 所以煎這個魚的話 就是要注意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買這個肉魚肉 很多時候你去買到 廠商已經其實用薄鹽淹過 對不對 就是魚看起來薄薄 扁扁的感覺 表面有點皺皺的感覺 那個是用鹽淹過的 那個的話其實你擦乾就可以 因為那個大概 那個那個那個 表面的水分都已經跑掉了 所以那個比較沒問題 好 所以我們把它 像我這樣 稍微移動一下 讓它受熱均勻一點 好 讓它表面均勻的受熱 然後微微的焦 你要怎麼樣看有沒有微焦 我也是一樣 我也不是說 這樣就知道微焦 我也是要這樣子翻一下看一下 還沒焦 就煎到它微微的焦 再翻面 所以我們在選擇肉質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它是不是有用鹽淹過 你買的時候要跟老闆問一下 你這生過的有沒有用鹽淹過的 他如果說有 有用薄鹽淹過的 你就不再需要撒鹽了 沒有用薄鹽淹過的才需要撒鹽 好 來 像這樣子 翻面 完完全全皮連一點點破 都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 煎這個 肉魚的撇布 今天教各位肉魚的撇布 記住喔 第一個我們撒鹽脫水 第二個熱鍋潤油 第三個微焦再翻面 這個你煎的肉魚就不會鬆產了 這是今天教各位 料理成功的撇布 歡迎各位今天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請繼續收看我們 YTV楊桃數位王 拜拜